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謝老師 現在開始我們6月18號找上帝子專輯的視頻 這個次數我們就不多說了 因為它沒有什麼問題 ODC的部分也是一樣 其實盤面上主要的主動都在神醫類股的部分 電子股這部分 但短線上其實一套事情它不太可能同時點我兩個族群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輪動的格局 輪動格局只要沒有破月線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反正就是月線破了你要小心 那月線沒破呢 月線沒破其實就不用擔心 就是繼續做你的個股表現 好 那我們直接看今天的一直賺的部分 頭朋友今天6支股票 但是像這個 頭朋友這種是什麼急剩這種 我認為資金有點在往低價的股票移動 但是其實這個不太是我的菜 因為你說紡織股 紡織股會有什麼比較大的想像空間 其實是想不太到了 好不好 那像這個緊的就是什麼 這是5G的 它是5G的概念 5G概念其實 5G的這個趨勢 這個趨勢的話 我認為像這個 當然它價位比較高 價位比較高 那如果說你是那個比較小支的話 你可以看這個啦 像這種第二位一三連貌 它也是5G的 今天是在跌的 如果跌的時候我告訴你喔 不要到時候老師那個漲的時候叫我去追 這種跌的我認為你就可以留意啦 因為其實它後面這整個下半年 其實就基地台的部分了 其實它算是有機會的 這種股票是有機會的 好不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部分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 像這個南光 南地跟邦特其實都是什麼 他們都是主要是屬於生醫 防疫類股啦 那富邦媒就是那個疫情的部分嘛 就是電商的部分嘛 它屬於這個 但是它也貴了 所以這種價位比較不親民的 我們就暫時不用理它 好不好 當然其實像這種就是電商嘛 就是你在家你防疫什麼的 那你就不敢出門 然後所以電商的部分 其實在目前為止是OK的 這我相信 這個你看新聞報導都知道 但是它價位比較高 就不討論 好不好 那你看這部分喔 像南光 南地跟邦特他們都什麼 防疫類股 那南光 昨天有沒有 他昨天是有的喔 昨天6月16號一直賺他也有 也有跑出來 那今天又跑出來 那跑出來的話 應該這麼講啦 它在生醫類股裡面 它是有賺錢的公司 今天投信有買1000多張對不對 投信有買1000多張 那其實它是算有賺錢的公司 其實生醫類股比較讓人家詬病 就是很多都是沒賺錢的空殼子 康耶 那如果說我們不考慮 不考慮什麼那個 就是不考慮那個防疫的部分的話 就是不考慮炒作的部分的話 其實你看它部分 它從它之前 它今天是有賺錢的喔 就是它現在有一個新的療程 就是那個新聞上有講一個新的療程 那個東西比較偏專業 這個不多說 我們就講如果說沒有那個東西的話 沒那個抗生數的話 它今年反正就顧它賺3.2 所以它是什麼樣 它這種就是有賺錢的公司 它有賺錢的公司的話 如果說沒有現在新的那個東西 那個叫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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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宿的 那個叫什麼霉宿的 這個後面再看 不理它 反正那個都題材面了 那到底有沒有效果誰知道 有沒有現在那個五萬肺炎 到底要用什麼藥製才有效 沒人知道嘛 就大家都在試嘛 所以那個藥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效 那個後面 那個我們不討論 我們就純討論 如果沒有疫情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今年 其實大家都顧差不多賺3塊 也就是它是有賺錢的公司 那有賺錢的公司的話 如果賺13塊的話 應該就50幾塊 那我覺得的話今天呢 就還有空間嘛 起碼還有一層以上的空間 那我剛剛是不是講 這個是還沒有加疫情治療的那個部分 就是還沒有使用那個 看得出的部分是降伏的 那如果使用呢 使用應該是還有機會再往上調一下嘛 這頭信現在就要買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這個生意的部分說真的 這韓永日那個原料要來的去啊 那也很韓耶 反正現在就是 就是題材 錢在我前往這邊走 就是一直在公這邊就對了 所以就是 你之前沒動的都會變成什麼樣 弄個題材開始往上弄 所以像這個我認為就可以稍微 稍微可以聽一下 像這種就是 你可以留意的啦 應該就是還有空間啦 那我相信 那個我今天節目上也有講嘛 我們昨天 昨天這五隻 對五隻有買一隻嘛 就買一隻就買南光啊 我們今天就有敲南光 頭信有大買 好不好 所以應該是明天還有機會往上走啦 你就續報就可以了好不好 反正就是你有扣訊的話 就看我的口訊 那個南地 頭部有南地 他做那個橡膠手套的啦 就是你你醫生 你那個接觸病人嘛 你要戴那個橡膠手套嘛 對不對 南地就做那個東西了 所以他是防疫的啦 那邦特呢 邦特做衣材的啦 那如果說你 如果這樣講 頭部有邦特這隻 其實頭部有問你啊 做衣材的跟那個防疫有什麼關係 啊有關係嗎 說真的 也沒有太大的關係好不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但是呢 但是現在就是已經吵起來了啦 那如果說你看籌碼的話 我說真的 這隻籌碼 我相信我們老朋友都非常清楚 你看這種籌碼 這個籌碼狀況是在吸貨還是進貨 看起來應該是吃貨吧 就吸貨就是一路吸上來的 因為這個地方是法人嘛對不對 頭信這個地方在買 刀數不比其實他一路往上跳 跳一段時間呢 就是不管400張還是1000張都是在往上跳的 然後這個外資 外資也是在買啊 就整個看起來就是這隻股票怎麼樣 這股票就是 他是一路被頂上來的 然後這一咖 這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一直買一直買 每天都在買 這應該是看起來應該是算公司派啦 感覺是公司派啦 因為如果不是公司派 知道公司的人不會這樣子買 所以像這部分就是 他的籌碼是漂亮的 他籌碼是漂亮的話 我認為 如果說你資金夠的話 這股票你是可以留意的 資金夠他也相對中高價一點 但是像這個部分應該是OK的 因為這個籌碼是怎麼樣 他籌碼完全沒有閃啊 像這種外資外資也都在買啊 一路買一路買一路買 一路買一路買 然後今天怎麼樣就要正一下嘛 這個比較偏短線的跑掉了 所以也就是說像南光跟邦特 如果說你明天要做的話 你可以留意 我們昨天是說什麼 我們昨天看一看 沒什麼標的 是不是說做同心點對不對 老朋友我沒害你啊 好不好 頭型就每天買嘛 你不要被這天嚇到了嘛 這天是有買有賣 結果呢 賣一天之後又買了兩天 然後外資同心同買 沒錯吧 就這樣一直推推推上 他這個有點怎麼樣 應該像我們說的嘛 他有點在做一個W底有沒有 他這邊有頭型這邊做個底型嘛 如果明天有推上去的話 如果明天有推上去的話 因為他已經公告了 6月19號 好不好 6月19號啦 新股專案就6月19號開始上市買回來啊 所以6月19號怎麼樣 6月19號就是全新的嘛 全新的那個 那個新童新店 就是6月19號開始 所以 明天應該有機會 反正現在我們都怎麼樣 我們現在都是賺錢的嘛 賺錢的就續爆 我認為我就續爆啦 應該 反正就是有其他什麼的在說啦 那像這個就是 反正滿這樣子 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那我也跟大家提 那個融資什麼 融資是鎖價差的啦 好不好 只是鎖價差有點倒楣而已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已經被尬了嘛 對不對 鎖價差鎖到被尬到了嘛 幹麼西 你這邊開始鎖的嘛 有沒有 這個這個 你這邊是多少 一一級耶 現在一五級耶 已經被尬到了 所以你可不可能補 你不太會補嘛 沒錯吧 你不會補了嘛 就是以這個融資源來看的話 他已經不會補了 因為已經被尬到了 所以他只能怎麼樣 他只能等 那個合併之後 六月就是禮拜五的時候 去用那個勝利的換成 那個同情店的那個股票 去把這個券補掉 就是套利的部分啦 就是去券補掉 所以呢 所以你看捐是比很高 你到禮拜五的時候 然後一補掉 你那個盤後來看 應該就是整個掉下來了 因為就是 勝利換成同情店的股票 會拿去補這個捐單 一般來說都這樣子 所以這個捐的比 後面就會往下掉 但是呢 但是因為現在資質不夠 所以怎麼樣 所以就是在標借嘛 所以變成說 你這邊空的 你沒辦法補了 沒辦法補要怎麼樣 沒辦法補的話 你又每天在付那個借捐費 所以 所以同朋友 這應該是 我也不知道會這樣子 好不好 這沒我的事 反正我們是做多的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子 所以像這個 我認為沒什麼問題 然後滑通 外資投信投買 外資投信投買 也沒什麼太大 我認為沒什麼太大問題 對啊 你們就買給你看 反而目標 五十六十六十 今天六十六 凱希寫六十 又出了一份報告 六十塊 六十 對啊 都調高嘛 今年四塊 明年五塊嘛 所以這種就是 風險係數 沒那麼大的 比較安全的 好不好 所以他幫我們做個結論 做個結論 看一下今天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金圓 金圓可以買 金圓可以買 滑通可以買 金圓也可以買 他第二季應該會轉闊為贏 好不好 這個我們有學員 是研究員 有在跑這家公司 有跟我分享訊息 他第二季應該是會轉闊為贏 所以呢 所以 因為他價位不高 那如果說你是比較小資的 小資族的 這支股票是可以留意的 好不好 今年差不多賺到3.6 3.7左右 3.7左右 所以3.7的話 你如果說用10倍本益比的話 這個股票也不會10倍本益比 剛好可能10倍本益比 你看那個貿戀跟科家 都漲到哪裡去了 這股票會10倍本益比 不會吧 這樣不會的話 就是還有空間 你可以盯 加代 加代不用多講 這都講多久了 頭心有買 你看 他跑進來買了 跑進來買 反正 我是不知道你手中有沒有 因為這價位也稍微高一點 不過 他是很有機會在漲 因為他做那個光照盒 我們就簡稱他這個月光寶盒好了 那個沒什麼取代 你知道他算是 高門獨棄 因為只有他跟另外一家好像在英特格在做 他的市佔是八成 因為台鐵店就用他的 所以他的市佔是最大 那市佔最大的話 台鐵店用他的 就變高門獨棄 高門獨棄 人家現在已經看到什麼 從6月開始一直往後推的話 人家已經推後面兩三年了 他EPS就是一度往上跳 因為光照盒的售明就是兩年 所以變成說 你隨著先進製成在往上 在跑的時候 你現在是7奈米 5奈米 然後3奈米 對 所以光照盒 你隨著先進製成在做 你光照盒要一直買 那一直買的話 他光照盒售明只有兩年 所以呢 所以你後面要替換的 就是你之前買的 兩年到你要替換掉 你還是在買新的 所以變成說 你新的在買 後面的替換的 又加進來的話 這個整個量就會整個往上點 所以他才會寫成這樣子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都會寫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這個是明年的 明年的報告我看到了 他估計年賺8塊多 明年13塊多 後年15塊17塊 反正就是沿路往上跳就對了 所以法人的看法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他不是看成長率在寫報告的 所以如果說你用今天的角度來看的話 哇 那個都已經二三幾 欸 頭信你們又大買 頭沒有 這股票不便宜耶 你懂我意思嗎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這個股票是一張 20萬的 23萬的 對不對 他買一千張對不對 那我問你 他還買一千張嗎 他還買一千張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 他比較看好南光 還是比較看好加登 一樣都買一千張 你覺得他比較看好南光 還是比較看好加登 這一張五萬嘛 一張五萬一千張下去是五千萬嘛 對不對 那這個呢 這一千張 一張二十萬 今天一千就騎兩億了耶 所以呢他到底比較看好誰 當然也是比較看好他 不然是看好誰 當然一樣看好 就看好才會開單買 看好頭信才會開單買 所以他們基本上我認為都是 後面還有題材的股票 你是可以留意的 好不好 這個沒什麼問題 好不好 其他的 其他都會這樣啦 其他看起來 這個 這個股票實在是 你看今天有利多對不對 真的有利多還是想在那邊 我也不知道 這種股票 好股票 但是他股性實在太爛 我只能說 股性太爛 他股性真的很爛 我說真的 如果說你有耐心慢慢放的話 搞不好你過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過多久 搞不好你過一段時間起來 他可能會在上面 但是呢 但是說真的 搞不好你會期都到了 老師會期到了 才到這邊一點點 長一點點 這種搞不好後面會大噴 我看反韓菇 哇 血好高喔 170耶 現在多少 137天啊 今年賺6塊 賺6塊 賺6塊 不是說他不好 而是 他的股性真的很慢 就 這怎麼搞啊 好不好 如果說你是那種什麼什麼 慢慢慢慢爆存股 存股會員 我就扣你滿這個安全嘛 但是如果說 像一般的 這個實在是太慢了 好不好 所以我們做個結論啊 就是短線上 我認為還是一樣 其實就幾個主軸啦 我們之前跟大家提的 我認為 前天殺牌 我現在你會害怕嗎 但是你看到今天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都沒問題的嘛 為什麼 股票漲上來怎麼會有問題啊 反而買給你看了怎麼會有問題啊 什麼問題都沒有了嘛 對不對 那什麼問題都沒有的話就是 你就放著就好了 就虛報就可以了啦 那如果說以今天的部分來看的話 我認為如果說你每天要做的話 你可以留意南光跟邦特 邦特這個 反正就是你設好 停損就好 反正月線跌破就怎麼樣 就把它出掉 就停損一定要設啦 月線跌破就出掉 但是從他的籌碼來看 我覺得這個籌碼還不錯耶 除非他閃掉了 我就沒辦法 但是從這從馬來看的話 以現在我跟你分析的部分來看 其實他還是OK的 然後呢短線上 這個生意類股 適當的投機吧 就蠻有法安在的 比較安全一點 好不好 可能就南光你可以留意 好不好 那我們就簡單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